安倍晋三被枪杀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 这位暗杀者又是什么人呢 就在前不久 安倍晋三气焰嚣张的在日本福岛 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 古葬美国应该对台战略清晰 还说什么应该以俄乌战争为借鉴 呼吁美国向世界表明清楚 当解放军武统台湾时将保卫台湾 一个下台的前首相 为啥频频干涉咱们的内政啊 在任时他不是一个亲中首相吗 因为他的DNA里就刻着右翼冒险基因 他的外祖父安心界是二战甲级战犯 是操纵成立为满洲国的五人帮之一 战后安心界当上首相后 就让日本的政治风向迅速的右转 在对华关系上一直推进 亲牌反共的政策 安倍深受安心界政治理念的影响 在自己的书中说到 我的政治DNA更多的继承了安心界的遗传 所以明白了没有 安倍在任时期的亲中只是伪装 他们所谓的民主国家 民主政治的丑陋与虚伪 这次暗杀安倍的人叫山上彻里 也是前海上滋卫队成员 使用枪支为自制 他在供述中称 对前首相安倍不满 就是为了想杀他 虽说死者伟大 但我还是想说 连你们日本国民都看不下去 安倍晋三的虚伪 你们的丑陋政治到底可不可笑